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景哥记,我是景哥,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之前我为大家分享了,苹果iOS12以下的系统组合修改运营商名称 不过最近有朋友和我说那个不能用了 那么今天我再为大家分享一个能用的 不过在分享之前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们的手机需要iOS12以下的系统 如果是iOS12级以上的系统 那么我们就需要另外一种方式 而那个方式我之前也为大家分享过了 大家可在历史记录中查看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iOS12以下的系统 首先我们在微信这里点击搜一搜 在这里搜索检科技 点击进入之后 我们在这里回复数字374几个获取 回击之后我们在Flyon浏览器中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返回图标 或者点击这里的设置图标 进入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第一个选项 完成之后我们在这里输入手机运营商的名称 不过除了电信是中文之外 移动连通都是英文 不知道的朋友可在微信中复制 完成之后我们在下面输入要修改的名称 再点击这里的英文 这时我们的手机会出现安装描述文件的提示 而我们只需要根据提示来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之后 如果我们运营商名称没有被修改 那么我们只需要打开飞行模式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